我好想你啊 嗯 我也想你 坐一下午车饿吧 我带你去吃饭 嗯 好啊 确实有点饿了 你想吃什么 先来碗燕窝粥吧 再来一盘菜花 这些就可以了 给我也来碗粥 我也加两个馒头 两位就点这些啊 嗯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有 七 两个人来这吃饭 我还以为多有钱呢 原来总共消费不到三百元 哈哈 有啥钱啊 你刚才是没看到吗 他们打出租来的 啥 打车来这吃饭了 有必要吗 不会是名人群里拼的吧 没准他们待会还得AA制呢 我看有可能 这些人来主要是为了拍照 晒朋友圈 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 哈哈 最关键是燕窝粥配馒头吃 不知道是哪的土包子 可能是第一次来星级酒店吧 别搭理他们 他们就是狗眼看人低 喂 你说谁狗眼看人低呢 来我们酒店才消费三百块 也好意思说别人 三百块怎么了 你们一天能赚三百块吗 你 你信不信我不给你上菜 找保安把你撵出去 我不信 保安 保安呢 有人在这里闹事 徐姐 怎么了 他们才消费三百块 而且对我出言不逊 快把他们撵出去 这个 徐姐 要不你还是去找王经理吧 这不符合规矩啊 好 都给我等着 我这就把王哥找来 小徐妹子 这里怎么了 王哥 他们总共消费三百元 还说我狗眼看人低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什么 才消费三百 吃不起饭来我们这种什么呀 年轻人就是虚荣 自己不努力奋斗 还总想装有钱人 我最瞧不起你们这样的 就是 你以为来我们酒店吃顿饭 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了吗 哟 不仅狗眼看人低 原来还会狗障人士 哦不 也不对 你们没什么人士 你骂谁是狗 赶紧给老子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们 一个经理而已 这里你说的算吗 你们大老板是谁啊 我想和他谈谈 问问他酒店卖不卖 你 你什么意思 就凭你也想买我们酒店 笑死我了 真不知天高地厚 酒店多少钱 少说也得七八十亿吧 吃饭就花三百块的穷逼 你买得起吗 少废话 你们老板到底是谁 哼 这家酒店 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 我们老板根本不在乎钱 他是陈家少爷 陈锋你听说过吗 陈锋 不会是五大石家那个吧 哎呦 你还知道五大石家呀 你认识我们陈上 哦 看来还真的是他呀 我前几天刚见过 等等 这是陈锋的酒店 他的酒店不是说给自己了吗 如此说来 这家酒店本来就是自己的 已经不用花钱买了 陈锋没跟你说过 这家酒店换老板了吗 换老板 不可能吧 陈少爷没交代啊 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吗 酒店换老板这可不是件小事 并且他还知道五大石家 他到底是什么人 王经理 要不 你给陈少打个电话问问吧 好吧 嘿嘿 陈少啊 您忙着呢吗 有话说 有批快方 就是我听说酒店换老板了 到底真的假的 以后酒店老板叫林十三 又是找他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 你不会就叫林十三吧 没错 我就是林十三 那个林先生 不对 林总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那你说说 都误会什么了 陈少爷真的把酒店转让给你了吗 没错 现在我就是这家酒店的老板 王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回事 全都怪你 林先生就是咱们酒店的新老板 你说啥 不会吧 喂 请你注意言辞 我可不是你们的老板 别呀 林总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保安 把他们统统撵出去 走走走 老板说了让你们出去 你们自己走吧 别让我冻粗啊 你刚来京东没几天 怎么得的酒店呀 算是朋友送的吧 送的 不是吧 直接送你五星级酒店啊 男的女的 男的 不仅送酒店 还有两座购物商场呢 明天带你去逛逛 真的吗 那就这么说定了 自己在京东人手有点不够用啊 现在地盘越来越大 却没有心腹能帮忙打理 需要找一个上官院那样的人才 关键去哪在找个这样的人呢 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我太感动了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嗯 好 欢迎来到我们Gucci专卖店 你有才 这名字确实挺有才的 等我一下 我去试试衣服 嗯 不用急 慢慢试 坐呀 总站着不累吗 先生 我们上班时间是不能坐的 兄弟 你是上学刚毕业的吗 是的 先生 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京都大学金融管理系 京都大学还是学金融管理的 金融管理主要学的经济学 财政学 投资学等 而京都大学更是龙国数一数二的名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官月就是京都大学毕业的 这是个人才啊 来来来 过来坐吧 哦 那好吧 你一个京都大学金融管理系的高端人才 居然在商场里干导购啊 主要是为了我女朋友 她想要个Gucci的包 如果我干满一个月 工资正好可以和老板换一个 所以我就直接来这里上班了 那你可浪费一个月时间呢 我女朋友下个月就要过生日了 找高薪工作需要投简历面试 没准还要培训 根本来不及 出来打个零工是最快的办法 你很爱你的女朋友吗 是的 我很爱我的女朋友 而且她也很爱我 几乎每天都会来看我的 是吗 她爱女朋友可能不假 但女朋友如果爱她的话 怎么会忍心让她省吃钱 用打工一个月 然后仅仅给自己买个包 礼物收得如此心安理得吗 这根本就不叫爱 而是一种伤害 先生 我女朋友来了 可以允许我离开一下吗 去吧去吧 小琪 你今天这么早来看我 是不是想我了 你放心 我马上就要工作买一整月 你喜欢那款五千元的包 很快就能拿下 保证在你生日之前送给你 你有才 咱们分手吧 小琪 你是在开玩笑的对吧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 哼 我没开玩笑 这次来就是找你分手的 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 琪琪 和这穷逼说完了吗 已经说完了亲爱的 今后我只爱你一个人 为什么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因为你根本配不上我 我杜辉哥身家千万 够你奋斗好几十年的了 你看他给我买的包 五万多呢 哈哈 你要是喜欢 我以后再给你买 所以爱是会消失的对吗 哼 你少做梦了 我根本没爱过你 只是看你学历不错先吊着而已 万一你以后能赚钱了 但现在我有了杜辉哥 他的资产你一辈子都赚不来 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 你有财真的被捋了 我告诉你刘琪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我早晚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天 你是豆魄苍穷看多了吧 还想出人头地 我杜辉哥是整座商场的管理 你拿什么和人家比 小伙子 你还是太年轻了 别以为有学历就了不起 没有资本还是得给别人打一辈子功 这家伙居然是商场高管 吃瓜吃到自己家身上了 陈锋的人手果然不行 都是这种货色 你以为我每天来商场是为了看你吗 其实我是和杜辉哥约会 而且每次都会亲热 就在你楼上的办公室里 刺激不刺激 刘琪 你居然这样对我 喂 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生气 你会拥有更好的 是她配不上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